我跟那个人三年我没有碰过他 就纯粹是为了跳舞为了吃饭 被谢霆聪父亲玩弄12年的女人后悔了吗 谢贤在参加鲁玉有约的采访时曾明确表示 自己虽然和Coco在一起多年 但是从来没有碰过对方的身体 这句话说出来以后让不少人都感到惊讶 有人觉得谢贤是一个真正的绅士 可当年他得到Coco的做法绝对为人所不持 2005年Coco只有20岁的年轻 但是偏偏遇上了比他大49岁的谢贤 谢贤使出全身的谢数来追求这个姑娘 或许是因为谢贤身上的那种魅力 也或许是因为他口袋里的钱 Coco二话不说陪伴了谢贤12年的时光 两个人不仅对外公布了这段恋情 而且还经常被媒体拍到一些亲热的画面 只可惜谢贤在把Coco号到了32岁的时候 却直接扭头向他提出了分手 并且叫来了儿子谢霆锋明确表示 给他2000万当分手费 原因是他不想让Coco给自己生下一把孩子 两个人之间已经有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而谢霆锋也安慰自己的父亲明确表示 您开心就好 人家赔了您12年 不能亏待别人 痛快地将这2000万支票送到了Coco的手上 Coco也拿着钱扭头离开 看起来他用自己12年的时光换来了2000多万港币 是一笔非常划算的生命 毕竟很多人一辈子也无法挣到这么多钱 可事实上Coco却耗费了自己一生中最好的时光 将此事带入现实生活中想象一下 一个十几岁的姑娘突然爱上了一个大自己快50岁的老婆 这个人的年纪可能比你父母都大 而且对方还是一个公众人物 两个人一旦在一起就会闹得人尽皆知 此时给你再多的钱你真的会去做吗 恐怕是不一定的 如果在此之前再加上一个限定条件 那就是你的家里虽然不算是富裕 但也算得上是中产阶级的小康水平 能够功德起你去外国读书 也能够满足你日常所需的一些东西 这个时候你会用自己所有的青春去陪伴一个这样的男人吗 不可否认的是谢贤当年的确很有魅力 但是Coco的青春却是白白的浪费掉了 一个女生从20岁走到30多岁 除了这2000万他基本什么都没有得到 而且外界的流言蜚语也会让他日后的婚配成为一个大的难题 虽然谢贤说从来没有碰过Coco 可是正常的男女之间又怎么可能不做这些事情呢 如果说谢贤真的是一个绅士的话 他就不会将Coco强行留在身旁这么多年了 或许Coco之后回想起来也是后悔的 只是所有的一切都抵不过那2000万 各位网友你们觉得呢